太好了15岁越南孤儿要升级攒钱计划 今天他们打算增加两种产品售卖 其中一种长得黑黑的很奇怪 而女孩的腿却突然很痛很疼 今天是孩子们在野外流浪的第19天 中午好啊各位哥哥姐姐们 奇怪的是孩子们今天的行为十分异常 两人睡到中午了才肯起床 平月天还没亮透彻就出门找野货了 难道他们是想偷懒吗 但这肯定是冤枉他们了 原来是女孩的脚意外受伤很疼 昨天踩在河水里被石头刺伤 所以就当放假在家多休息了一早上 都说了多少遍了 确实该买一双保护脚的运动鞋了 但女孩始终不听劝要买其他东西 两人为了攒钱买一个新包包 准备中午出门寻找更多神秘的好货 踩在冰冷的水面上洞的瑟瑟发动 孩子们听取了网友们的建议 计划攒钱买一个新包包装钱 之前存放钱的方式都很不安全 全是用塑料袋装着存放在家里 摆摊时就放在被楼里 肯定会有很多网友十分好奇了 孩子们是怎么知道这些建议的 如果有十分重要的生活常识 其实摄影师会主动跟他们说 因为网友的留言摄影师能看到 这下网友们就可以放心了 有了摄影师至少不会出现生命危险 不料走到一半发生糟糕的意外 突然来袭的一阵阵大雨 彻底打乱了孩子们原本的计划 但孩子们却选择临着雨出发 一方面是没有雨伞 另一方面是男孩发现了新商机 正所谓风浪越大雨越多 男孩捡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野活 越南最正宗的纯野生大蜗牛 但男孩却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拿在手里观察是否能吃 这个野生蜗牛尾部很像福寿罗扁扁的 众所周知 吃福寿罗严重的话会引发头痛呕吐 因为福寿罗通常会携带寄生虫 虽然这野生蜗牛尾部跟福寿罗很像 但在越南人心中 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纯野生活 甚至有事有钱都买不到 男孩极度兴奋地往前走寻找更多宝贝 简直太好了 捡了一个又一个野生大蜗牛 看来孩子们今天会发一笔横财啊 都不敢眨眼 生怕错过了一个野生大蜗牛 但凡错过就会损失一大笔钱 简直不敢相信一个野生蜗牛值四千越南盾 果然越努力的人越幸运 野生蜗牛在越南山上会很多吗 答案肯定是你想的那样不会很多 野生蜗牛只有下雨时出现 不下雨则躲在土壤或者枯叶中 蜗牛下雨冒险出来觅食还有另一个原因 因为雨水灌入罗壳使罗壳开口处的年夜尽头 彻底唤醒休眠状态的野生蜗牛 所以野生蜗牛习惯在雨天出来觅食 好了言归正传 孩子们捡了小半袋野生蜗牛 男孩很高兴 就连走路的速度都变快了 而男孩确实很配以下几句的夸赞 这孩子长大了也是好男人 顶天立地敢做敢干的好人 每次一有问题总是冲锋在最前面 比如每次去山上找野活 都是男孩走在最前面 女孩都是走在男孩身后跟着 也许男孩是担心万一出现危险 比如蛇类等危险东西 可以冲锋在最前面保护女孩 不得不说男孩的心思 简直是太暖心了呀 可万万没想到 穿梭在杂草堆中运气又增加了 孩子们发现一片野生韭菜园 上一秒野生蜗牛还没捡完 下一秒这又出现了好货 男孩闻了闻韭菜的味道 果断改变做生意的策略 决定多增加一种类型的菜卖 尝试在市场的反响好不好 以前总是单独卖一种类型的菜 虽然生意相对还不错 但多卖一样就意味着 孩子们的收入能多增加些 新的攒钱计划也能更好地实施 一株一株的野韭菜长势喜人 而女孩却做了一件愚蠢的事 女孩到处乱在菜地旁喝水 万一有农药肥存在 这样的水没有经过烧煮 喝了不会肚子疼吗 随后有了女孩的帮忙 总体获得韭菜的进度也更快了 不过摘完了但这还没完 需要把韭菜进行清洗 男孩顺便对韭菜进行检查 这样到了摆摊的地方 就不会有鼻涕虫或者泥巴了 为了趁天黑前赶到摆摊的位置 男孩决定抄小路 尝试自己开辟了一条道路 才走不到一分钟 新惊喜就在等男孩 又出现一批质量更好的野韭菜 叶子长度长得比上第一批的还嫩 男孩也许做梦都想不到 今天一天能免费捡三次好货 简直就像天上掉钱似的 其实这也是男孩应得的 不是有一句话总说吗 努力付出终究是有回报的 毕竟男孩每天都在努力 每天都有不同的新计划 正是有了这些野货的回报 男孩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如果每次在深山里找不到野货 可能男孩会出现另一个状态 导致彻底对生活失去信心 这肯定得换一句话说了 男孩得感谢大自然的亏赠啊 赶往摆摊路上 孩子们却不幸遇到新麻烦 路上偶遇可能有毒的蜘蛛 一般蜘蛛还是少靠近比较好 如果不小心吓到蜘蛛的话 蜘蛛为了保护自己 很可能会喷尿液到你眼睛上 从而导致眼睛红肿和疼痛 哎呀哎呀太难了 孩子们又再次走在冰冷的河水 刚好干脆买个水桶鞋穿 既能防冷风还能防水 这刚好一举两得了呀 同时还能避免感冒 毕竟寒冷的冬天还要经常过河 不过男孩好奇怪呀 有点看不懂他的小心思 经过长途跋涉竟然选在甘蔗地摆摊 而且草地还十分湿淋淋的 原来是男孩猜测商店对面停满的摩托车 想必人肯定很多 再加上商店后面还有居民房 大家知道男孩是要做什么吗 单独把螃蟹装在袋里 也不跟野生蜗牛放一起卖 第一个客人对孩子们也太好了 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原本客人只要野生大蜗牛 最后还多买了孩子们好几把韭菜 甚至还多给了2000月南炖小费 折合人民币0.5角 虽然不多 但男孩很开心了 至少五角也是钱 毕竟钱是也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积攒的多了十次五角也就变五元了 但是你知道孩子们喜欢什么氛围吗 很喜欢热热闹闹的 特别是像今天接二连三的客人 别提男孩内心有多高兴了 野生蜗牛全被第二个客人全部承包 不过卖野生蜗牛是有风险的 在干燥的地方放酒容易坏 最后发出臭臭的味道 所以这也是男孩摆草地卖的原因 客人还跟男孩指着蜗牛说 能不能再便宜一点 但男孩根本不愿意 毕竟这是难得一见的好 不料孩子们出现了不好的情况 快下雨了 但摆他卖的货还没卖完 如果卖不完的话 怕是今天又得淋第二次雨了 好在这个男人的出现挽回了损失 但男孩也很懂得人情是故 把剩下的韭菜清仓便宜卖了 买一送一大甩卖 卖给了最后的客户 太好了今天的收入很乐观 野生蜗牛卖了30万越南盾 折合人民币87元左右 野生韭菜卖了11万越南盾 折合人民币32元左右 看来今天摆摊的测试是有效果的 是有史以来赚的最多的一次 总共加起来都突破100元以上了 卖完东西后天气瞬间乌云密布 今天孩子们去商店会购买什么呢 孩子们左看右看 女孩想买一双新的拖鞋 主要是脚上的就拖鞋老是会伤人 因为就拖鞋底破了一个洞 导致踩到石头都会硌伤脚底板 同时这也是女孩腿痛的原因 而男孩的心思想必大家都明白 总是为家里考虑 特意买了两包快捷面包 准备早上当早餐吃 或者寻找野货肚子饿的时候吃 毕竟有时候运气不好的话 找野货到中午都找不到 以防止太恶滴血糖晕倒 不过孩子们也太随心所欲了 宁愿淋着雨也要赶回家 其实是能躲雨的 在商店等雨停了再走也不错呀 难不成孩子们担心被商店老板娘赶了 也许在孩子们的心里 是不想太麻烦别人吧 在十分泥泞的田里抓鱼 各个鱼都肥大瘦美 而女孩的手却出意外很痛 孩子们为了奖励自己今天做的大好事 特意加了一顿美味的大餐 今天是他们在野外流浪的第二十一天 早上孩子们醒得十分早 醒来第一件事是设计新发型 女孩万分小心翼翼替男孩剪 生怕剪到男孩的皮肤 没有去城里的理发店是有原因的 毕竟对于现在他们的情况来说 能省一分钱就省一分钱 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 孩子们来到泥泞的田里抓鱼 屏幕前眼尖的你有没有发现 孩子们并没做任何防护措施 比如还没有穿水桶鞋 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导致受伤 女孩很快抓到第一条鱼 又蹦又跳的 新鲜程度肯定一级棒 屏幕前会发财的哥哥姐姐们 是要是拿到市场卖能卖多少钱呢 男孩万万没想到 竟然能获得如此大盆的鱼 女孩忍不住发出了笑声 不过太难得了 由于鱼的重量太重 孩子们走了一回休息一回 虽然很累 但这笔山里着也活轻松 至少能节省一半的时间 如果这样的事情天天有就好了 男孩为了不让自己感冒 在新房一楼烧火取暖 很多网友建议 劝孩子们在一楼设计围栏 把房子包围得严严实实的 如果真的这样就不好了 也许会产生生命危险 烤火的时产生一氧化碳 如果全封闭是可能会一氧化碳重点 自从有了这栋二层小洋楼 经常看这对越南孤儿的都知道 他们的日子已经在一点一点好起来 不过男孩每次做生意都很在意 特意把鱼在家进行清洗 男孩始终保持着一种理念 必须得给客户全新的体验 不知道眼尖的你注意到没 浴室的水是一直流放着的 由于没有水龙头 根本无法控制水的开关 而女孩在路上也捡到了好东西 前往摆摊路上特意捡了芭蕉叶 女孩这是要做什么呀 很多国外网友热心地说 孩子们的生活很辛苦 但男孩很享受这份苦 毕竟现在的苦让他看到了希望 如果没有每天的辛苦付出 日子也不会变好 由于孩子们来得太早 摆摊门口的商店都没开门 可想而知孩子们起得有多早了 对于在越南很多人来说 这对越南孩子已经十分厉害 毕竟没有父母帮忙就盖了一栋房子 新的一天开始了 孩子们的心情也是十分激动的 这是他们第一次抓鱼来卖 一大盆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卖完 不过孩子们应该买一个东西 每次摆摊都这样蹲着 如果买了两个凳子坐着摆摊 两个孩子都会舒服很多 今天的生意会好吗 很快迎接到第一个客户下单 孩子们心里很高兴 没想到第一单赚了这么多钱 撑了重量一条卖了五万越南盾 折合人民币大概十四元左右 男孩忍不住产生种种想法 这可比卖蔬菜赚钱 这样是天天抓鱼来卖 让客户知道自己专业卖唇野生鱼 那可不得转翻天 虽然男孩的想法很不错 但很难以实现 毕竟不是自己家的鱼塘 哪有那么多机会抓鱼卖 而还有个妙招男孩没想到 可以利用家门口的优势 用竹子制作一个捕鱼网装置神奇 在家门口附建河里捕鱼 反正大山里竹子很多 况且都是免费的还不花钱 简单来说 类似国内的捕鱼网 这样就十分好理解了 如果孩子们当天捕到鱼了 就不用早早辛苦去深山寻找野活 今天真是值得庆祝的好日子 没半小时孩子们所有的鱼都卖光了 是有史以来卖得最快的一次 回家的路上天气阴沉沉的 天气冷了女孩的手突然疼了 难道是潮湿的环境住久了女孩得了风湿病 不过今天孩子们可享福了 留了一大条鱼自己吃 对于这对越南孤儿来说 也算是一种家餐的新想法 不过南海简直比很多大人都厉害 在这个年纪就学会了鲨鱼 有菲利宾网友发现一个细微的细节 每次山里找野活都是男孩在前面 网友认为男孩这是非常好的例子 因为无论女孩走到哪里 都必须从后面跟随她 既得到保护女孩还拥有了安全感 虽然没有厨房做饭 但孩子们用的临时灶台也很方便 男孩曾经也考虑过 在一楼用泥巴设计一个灶台 可由于这几天十分忙碌 没有办法早日做一个好的灶台 不过大家放心好啊 新房这些必备的生活用品 男孩早晚都会准备齐全 为了鱼味道更加鲜美 男孩加入煮鱼的猪油 这个猪油不是男孩自己有炸 是好心老人家送给他的 大家还记得他们上次挖的紫薯吗 孩子把购买的红薯钱给他们后 老人家知道他们现在过得不容易 便把家里的猪油送给他们 本来孩子们是不想要 但老人家说吃了对身体好 像你们经常在山里干体力活 吃了猪肉多多少少能增加体力 终于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男孩把鱼放锅里大火炖煮 这样的鱼煮好后会好吃吗 如果不好吃男孩会扔掉吗 经过漫长时间的等待 孩子们的大锅炖鱼终于做好了 不知道味道如何 会不会有鱼腥味 好在并没有想象中的难吃 鱼鱼太好吃了 男孩激动地表示下次再做一次 就连锅里的饭都吃得一粒不剩 太好了 15岁越南孤儿外出旅游了 这里的景色简直十分吸引诱人 就连男孩着迷的都不想回家了 而没多少钱的他们又怎么去的呢 今天是他们在野外流浪的第二十二天 并且听了热心网友的建议买了新竹框 早上好啊哥哥姐姐们 由于竹房阳台半封闭的原因 早上孩子们被蚊虫叮咬而行 虽然被咬得很痒 但男孩不敢买蚊香 毕竟这是毅然的竹房子 如果晚上点上蚊香房子着火就麻烦了 不过小编觉得能有新妙招解决的 不一定非要买蚊香才防蚊虫叮咬 如果不说男孩可能一辈子都想不到 完全可以买蚊帐安装在家里的药 而且你根本想不到男孩的心思 今天孩子们竟然给自己放了半天假期 计划去越南知名旅游景点旅游 刚到景点男孩就被眼前的荧幕惊叨了 四周的景色让人心旷神移 不过这里的高桥真的很有特点 像迷宫似的走都走不完 不料男孩却在附近发现了新商机 男孩听说这里的水果很出名 便决定上山一探究竟 至于能不能找到男孩心里也很忐忑 果然旅游景区附近好东西就是多 随时随地都能看见蓝色的天空 男孩不由自主地感叹 这下是真的来对地方了 不像自己家天气总是阴沉沉的 总是会导致家里很潮湿 而且你知道吗 这是男孩第一次出远门旅游 景点的画面已经深深映在男孩脑海里 表示如果下次还想去旅游的话 至少得准备充足一点 不要像今天似的 临时起义区都没好好地打扮 为了能找到传说中知名的果子 孩子们攀爬着陡峭的山 拼尽全力使出浑身解数 而身后便是百米高空 两人爬得全身衣服都脏脏的 就连衣服都不幸湿透了 因为爬的位置上方有水掉落 真的是太感人了 为了生活的碎婴脊梁 男孩总是能爆发未知的潜力 经过苦苦地寻找终于找到水果 奇怪的是男孩吃了第一口就吐了 究竟是什么果子啊 竟然吃第一口就让人想吐掉 但男孩决定冒险试一试 越不好吃越要多摘鞋 是否真的像当地人说的出名好卖 而女孩很开心地捡着地上的水果 绿绿的好像还没成熟 你知道这是什么水果吗 是谁给男孩这么大的胆子 竟然敢把树的部分砍伐如此之多 但凡再多砍几次树都要被砍光秃秃的 如果被人发现抓了判刑救完毒则 奇怪的是男孩突然一路小跑 难道是被人发现他破坏树了吗 还好仅仅是虚惊一场 为了秉着不浪费的原则 孩子们把所有果子捡到袋子装着 如果这样说怕是要吓到你 谁捡到这袋水果谁就发财了 千万别小看仅有小小一代 因为现在随着高科技发展越快 越纯天然的东西变得越少 除非你家门前有地自己种 看来孩子们今天是有大动作了 挑战极限摘第二种水果 越南山间的树十分高大 唯一的缺点是不知道第二种水果名字 但女孩很在意抱得很紧 屏幕前会发财的姐姐们 你知道这水果叫什么名字吗 孩子们为了尝试水果的味道 现场削皮试吃是否好吃 万万没想男孩竟然吃白色的身体 是云南的朋友肯定知道 这种白色的像柚子皮的是可以吃的 味道可能会有点微苦 并且对喉咙有很多好处 有没有云南的朋友 科普下这种水果叫什么名字 不料半道上男孩又发现了好东西 男孩怂恿女孩去砍下来自己用 原来这样做是有目的的 是时候让女孩学会独立了 不能每次有事都依赖男孩 女孩总要尝试学会成长 简直太好了呀 棍子的出现让路途轻松了很多 装水果的袋子捆绑在棍子中间 不过这样也挺好的 一人拿一边能分担重量 至少男孩不用像以前那么累了 但下一秒又欲心困难 踩在冰冷的水痛在男孩心 越南的水资源十分丰富 即使到了冬季也依旧如此 这也间接促使越南野活水果种类多 不然你想想 像国内北方冬天水果有广西多吗 说到这里恰巧想起一件事 越南离国内广西防尘港是很近的 如果孩子们有机会能去广西旅游 想想就太开心了 不过没护照也不现实 只能等孩子后期有钱买手机了 通过网络上看看也是不错 如果孩子们知道有很多网友很关心他们 又是会什么样的心情呢 今天孩子们特意在商店门口摆摊 没有去越南及时卖货是有新原因的 主要是走路路途太远了 这几天工作强度很高很累 如果继续走脚很有可能受伤更严重 现在孩子们的双脚已经磨出水泡 绿绿的水果长得像小南瓜 大家可别搞错了 大的这个可不是幼子哦 切开它整个肉是白色的 果实很像柚子皮白色部分 吃过的朋友肯定知道口感的如何 比如云南的朋友们 对于这种苦苦的水果越南人很爱吃 你看第一个客户买的就是他 因为不知道这种水果叫什么名字 我们暂时取名为大果子吧 第二个客户也同样如此 相当于只要经过的客户 一定会买一到两个大果子 那这个大果子的价格如何呢 其实不是很贵能卖一万越南炖 折合人民币一个大概三块左右 此时越南的天气晴空万里 孩子们的心情也跟着好起来 主要是今天客人跟平常不一样 平常都是这种骑摩托的路边客 今天都是附近的村民 男孩喜欢这里摆摊 还有另一个原因 计划多培养一些中式客户 到时候卖货的数量自然就提升了 像眼前这个小姐姐就是直接全包 根本不担心孩子们卖假货 毕竟老客户相信她卖的是野生山火 吃过了好吃一次性会买很多 奇怪的是男孩却把木棍扔了 都不带一点犹豫的 男孩卖完货还不想回家休息 准备去卖竹被篓的商家里买新被篓 在一大一小中选了小的 因为大的装几百斤男孩背不动 这种纯手工编织会花多少钱呢 其实男孩也想自己编制竹框 但为了节约时间做其他事 索性就花钱买更省事 虽然平时他一分钱恨不得分三半花 但到了关键时刻还是会用在刀刃上 因为做一个竹框至少要一整天 一是要去深山砍竹子 二是要多次削大小一致的竹片 男孩始终觉得 同样的时间花去找野货更有性价比 毕竟通过摆摊能赚更多钱 而一个竹框才花费了十元 男孩深刻地告诫自己 该省的钱省不该省的钱不省 今天商店购物又会买什么呢 肯定会有很多网友吐槽 怎么天天都来商店啊 因为男孩都是需要什么了 就通过摆摊顺路来商店 如果不摆摊根本没机会购物 不信你仔细回想一下 他们在盖房时有来过商店吗 男孩特意挑选了咸鱼干庆祝 孩子们很有仪式感 原来是要庆祝今天去旅游看风景了 孩子们对于旅游这件事的态度 其实就相当于过节外出玩耍了 而男孩买鱼干有以下几点原因 主要是家里没冰箱 不敢买猪肉等新鲜的火 毕竟咸鱼干存放的时候能久些 好了孩子们该回家了 必须趁着太阳快下山前赶回家 快来看啊 15岁越南孤儿麦没见过的水果 颜色红通通的很是奇怪 你知道这水果叫什么名字吗 而晚上男孩要第二次举办派对 难道是男孩要跟女孩告白吗 今天是他们在野外流浪的第23天 早上刚起床孩子们困意十足 很难不怀疑女孩头很痛 下楼梯手一直按压着太阳雪 而外面还下着萌萌小雨 导致家里很潮湿 像极了国内的回南天 这下不好了 没住几天的新房很可能会发霉 今天孩子们同样是去深山找影 尽管家里发生意外 但给外出忙碌 不然就没有钱花了 但是男孩是有一套自己的存钱方式 假如摆摊卖了40元 要求每天必须存20到30元之间 剩下的钱便作为平时的生活费 大家知道男孩为什么攒钱吗 这次上山男孩能找到什么好货呢 走在树林里 到处都是各种嘈杂的虫叫声 男孩见怪不怪了 晚上在新房睡觉 虫笔只还大声 但由于每天都很辛苦充实 晚上的吵闹声 根本吵不醒男孩 这时肯定会有网友羡慕了 真羡慕他们不失眠秒睡的习惯 也算是练就了一双特殊功能 自动屏蔽外界的吵闹声 孩子们在山里会遇到各种事情 比如眼前的障碍物 为了防止没踩吻栓受伤 两人各自都小心翼翼踩在上面 每一步走的都很惊心胆战 虽然路途很惊险 但还是发现了好东西 颜色红彤彤的看着很有食欲 女孩迫不及待摘了几个品尝 味道既多汁又香甜 这种野果大家吃过吗 不幸的是女孩被虫叮咬得很惨 一瞬间流了很多血 由于画面太劲爆就不放出来了 不过话说回来 深山里不穿长裤不被咬才奇怪呢 男孩为了摘到更多无花果 改变策略直接爬到树后面的位置 这种无花果掌的位置跟其他野果不同 主要是有很多会长在树壁上 就像鞭炮式的一个接一个 看了这么久视频大家有没有发现 女孩从来没爬过树 都是男孩上去负责采摘工作 原来是男孩担心会有危险 网友很期待让他们长大后结婚 当然了 这得看他们以后的意愿 这种事情也不能强求是不是 讲究的就是你情我愿 换一句话说 如果有人让你跟你发小结婚 你会愿意吗 深山里的危险总是未知的 你看男孩差点就发生意外了 煤彩轮导致彩空差点摔跤 而孩子们逐渐养成了不好的习惯 由于早上出发的太匆忙 经常没吃早餐就出门干体力活 其实男孩并不是偷懒不想做 主要是早上的柴都被露水打湿了 根本没办法烧火做早餐 其实可以趁天晴时多花点心思 利用两个小时收集干燥的柴火 不过摆放的位置很重要 千万不能随意地放在家门口 一定要记住存放在一楼干燥处 这样既能防止被露水淋湿 不过煮饭又方便 此时孩子们正在很开心地聊天 女孩迫不及待地向男孩炫耀 你看我砍的速度不比你慢吧 以后请叫我刀工大神 这简直太有意思了 可后面为什么变换成男孩砍了 难道是女孩砍到手了吗 其实不是的 是因为竹子长得实在太高 男孩担心上部分掉落会砸到人 为了使两人前往摆摊路上更轻松 孩子们把竹子代替扁蛋用 在你们小时候 有没有经历过用扁蛋挑菜的时光 不是有一句经典名言常说吗 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 可惜再也回不去了 画面一转孩子们来到新地方 在水管处洗脸让自己清醒清醒 顺便再把沾满泥巴的脚洗干净 毕竟男孩打心底里觉得 无论再穷也要保持干净的形象 至少要让客户意识到 自己卖的产品是干净的而不是脏的 刚刚在水管处有一个细节你发现没 山泉水很甜可孩子们却不喝 其实现在他们口很渴 原来是担心会有不明液体 不敢到处在外面喝其他水管的水 天哪这是咋了呀 孩子们突然一路飞奔着 难道是在路上遇到开心的事了 快说出来让网友也开心开心 不料是男孩眼花了 雾把有颜色的石头荡成螃蟹 看来在男孩的心中 一秒时间都不想浪费 一路上都在观察是否有好获解 大家还记得这条河吗 似乎今天水比以往更高了 孩子们过河水依旧很冷 而这样过河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多多少少会弄湿衣服裤子 经过长途跋涉孩子们终于到了 今天男孩特意选在路边摆摊 因为等会回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不过这个摆摊的位置也太不好了 身后都不只有三个垃圾 如果说的难听点 这变相的是在垃圾堆摆摊啊 不过好在垃圾不是很多 孩子们对无花果的摆放很有讲究 主打就是必须轻拿轻放 皮很薄十分容易磕破 但凡磕破肉质受损 导致的后果会很难卖 结果摆摊时女孩的行为很怪异 一直低着头蜷缩地蹲着 难道是对无花果的售卖没信心吗 很明显孩子们的担心是多余了 这才刚摆几分钟时间了 立马就有客人光顾买无花果 不得不多叮嘱女孩几句 摆摊一定要有信心 如果真的卖不完 大不了就留着带回家自己吃 尽管两人都有了赚钱能力 却从没见过把摆摊卖的水果带回家吃 估计是舍不得想靠水果多卖点钱 毕竟攒钱的计划还在实施中 第二个客人很怪异 头发湿湿的就来买无花果了 男孩很想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还没来得及开口小客人就走了 眼尖的你有没有发现孩子一直挠痒痒 难不成是身上长尸子 原来是摆摊身后的植物爬满了蚂蚁 而孩子们还沉浸在摆摊卖货的快乐中 丝毫没注意身后有蚂蚁群 大家猜猜今天孩子们卖了多少钱 今天总共有四个客人光顾 野果没多久就卖空了 主要是无花果的数量太少 越南盾卖了15万 折合人民币大概43元左右 你看对面的山有很多树 这些都是男孩的希望与机会 每天能卖多少钱就靠他们了 奇怪的是今天是孩子们回家最迟的一天 赶回家都快天黑了 这是去哪里潇洒去了呀 原来是路上发现了好的野货 提前把明天要卖的摘了藏着 主要是藏东西的位置找得久 为了庆祝回家路上发生的好事 孩子们准备家餐煮夜宵吃 女孩把二楼的好东西全拿下来 激动地在浴室清洗韭菜 相信大家都知道 韭菜都很难清洗 如果清洗不到位容易吃到鼻涕虫 这是孩子们第二次吃夜宵 第一次是在女孩的生日 而男孩今晚还想整个派对庆祝 纪念下昨天出去旅游的事情 让这晚上死气沉沉的气氛更热闹些 因为下雨搞得心情都不好了 但前提得先准备吃的 不过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男孩在韭菜中加入调味料 却不小心加了很多 安装电灯后 孩子们夜晚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自从安装电灯都在一楼吃饭 既方便又很明亮 至少不用黑灯瞎火地做晚饭 而男孩今天饭量大的惊人 锅里的米饭被扒得一粒不剩 太好了属于两人的派对终于要开始了 男孩将电灯关闭后 瞬间氛围感就上来了 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十分好看 同时还十分浪漫 对比起来附近很多户的房子 孩子们的房子也许是最时尚的 快来看啊 15岁越南孤儿竟然卖粉色的东西 长相十分奇怪 你知道这蔬菜叫什么名字吗 而男孩的手差点被咬受伤了 却还要在冰冷的河水里清洗被子 今天是他们在野外流浪的第23天 由于最近天气总是下雨导致潮湿 家里的被子都有股意味 袭来的味道闻到让人十分不舒服 在去越南市场摆摊之前 孩子们决定把被子洗一洗 借用河水的力量冲刷脏东西 两人合作用力把水凝干 不仅减少了泪还防止手酸 这里肯定会有很多人感到好奇 为什么不把最近新买的被子也洗干净 其实孩子们打心底里觉得 每天洗一件比较温度 主要担心万一不幸突然下雨了 这个零食至少还有另一个被子可以用 要知道越南晚上冬天的温度很低 有时都能到十度左右了 由于今天的任务还没完成 处理好家务是孩子们又想深山出发了 男孩表示 这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习惯 如果一天不上山寻找东西卖 心里就很不得近很不舒服 至少现在泪点但有目标 有了目标对未来生活有了笨头 哇塞这橙色的是什么好东西 看着狠心像刚装不久的 千万别误会了呀 这根本不是孩子们安装的管道 具体是谁的也不知道 不过今天男孩似乎脸色不太好 整张脸都是种种的 原来是昨晚晚会嗨过头了 不知不觉就玩到了凌晨半夜 这也不奇怪了 难得的晚会放松下心情也很不错 为了寻找好的野货售卖 两人艰难地走在杂草堆中 不料却不幸遇到大蜘蛛 感觉都快溢出整个屏幕了 在越南这种蜘蛛并不常见 六只脚长的都快赶上跟人的手掌大 好在对孩子们并没有太大影响 而男孩学的新技能也得到了进度 在繁多的草林中 没几分钟就开辟新道路 但如此多的杂草会有蛇出现吗 太好了两人终于找到能卖的野货了 大家快猜猜这是什么宝贝植物 虽然周围有诸多的蜜蜂缠绕 但没红色的长相很是喜人 而男孩差点就被蜜蜂叮咬受伤 幸好手速够快躲闪很及时 但男孩觉得还不够 还需寻找更多数量的野货才够卖 随后两人继续穿梭在拥挤的环境 却万万没想到女孩连拖鞋都不穿 男孩简直太胆大了 没半点犹豫直接把一整棵香蕉树砍到 只为收获这一棵香蕉花 这种芭蕉花有网友吃过吗 在越南通常是会做成甜品饮用 比如香蕉花糖 香蕉花冰沙 香蕉花茶等等应有尽有 不料男孩却做出一个怪异的行为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饿得吃草充饥 原来是男孩发现了好东西 但由于不确定是不是生姜 便试吃了生姜叶子的味道 毕竟所有人都知道 姜泉是生长在泥巴里的 今天真是惊喜满满的一天 男孩迫不及待把姜泉装袋子里 这蛇皮袋真的很万能 既能摆摊用很方便 还能装满各种深山的好货 在长满野草的地方寻找生姜并不容易 男孩要求自己必须把生姜叶剔除 以方便客户购买 但仔细看好像姜疤很嫩很小 至于好不好卖就很难说了 不过孩子们今天的运气很不错 原本正想放弃又发现了香蕉花 毕竟香蕉花不是时时刻刻都有 一年只有那么几次到开花季节 如果香蕉花采摘的时间晚了 就成了大家常见的水果香蕉 男孩表示昨晚做梦梦到父母了 很想念曾经一家团圆的幸福时光 接下来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必须趁着天黑前赶往目的地售卖 今天两人不打算去越南及时摆摊 那他们会去哪里摆摊呢 在深山里孩子们都很小心 一边走一边害怕地扯着杂草 生怕脚打滑滚落山脚 不料还是发生不愿意看到的意外 山间逐渐开始下着小雨 这要是不幸雨下得变大了 孩子们肯定会被凌晨落汤鸡 毕竟到目前为止也没买伞等工具 随后孩子们来到越南的新地方 用河水清洗脸上的脏东西 顺便再把脚上的泥巴洗干净 不过这里的河水好清澈呀 清澈得像一面镜子似的 屏幕前的哥哥姐姐们 快来说一说 你有多久没见如此清澈的河水吗 今天孩子们来到新村口摆摊 这是两人第一次来这里 男孩做生意还是很有技巧的 之前经常在商店门口摆摊 现在得多多开发些新客户了 表示不能在同一棵树上吊死 尽量多想办法把新客户变中式客户 如果男孩真的做到就太好了 以后摆摊就不用筹卖不出去了 很快来了第一个客户 没有犹豫的购买了香蕉花 由于今天出来太匆忙没带重量成 男孩只好按一个一个的数量卖了 今天的生意还不错 第二个客户没几分钟就来了 虽然生意很不错 但女孩情绪不高 原来是来的客户都没买生姜 就连国外网友都忍不住吐槽 这姜的泥巴也太多了 到底是卖姜巴还是卖泥巴呢 好在第三个客人的出现 挽救了孩子们的干大局面 这时女孩才勉强露出笑容 对了有个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解释清楚 这些客户并不是安排的剧本 观众之所以会看到眼熟的客户 都是孩子们努力摆摊积攒的老客户 不信你可以算一算 每天孩子们都要摆摊 按一个月30天来算 一天摆摊1到3个小时 多多少少能积攒几个老客户的 由于这个红衣大哥的到来 把孩子们所卖的全清空了 像今天孩子们摆摊的时候 就比上次卖鱼的时间久 毕竟售卖的产品不同 摆摊的时间也有所差别 大家猜猜今天卖了多少钱 每次卖完男孩都要清点钱 数一数赚了多少 总共收获8万月难顿 折合人民币大概23元左右 也算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了 虽然钱很少但男孩没沮丧 并且积极复盘找出了原因 表示今天卖的货存在问题 一是数量方面少 二是将的泥巴过多被客户砍价 有了这些生意不好的经验 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正好能吃一欠掌一掷 不是有一句经典名言常说吗 失败是成功之母 今天孩子们还有件大事要办 前往服装店购买新衣服 男孩一眼就看中了这件红色的 表示红色的既喜轻又好看 这下再也不用穿破洞的衣服 不过这里要特别地解释下 这期视频不是最新的 是孩子们刚学会摆摊时的视频 赚到的第一笔钱就买了新衣服 因为在孩子们的心目中 一方面不想每天穿破洞的衣服 更想每天穿干干净净跳飘亮亮的衣服 两人同时都买了新衣服 这也意味着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这下网友们也该放心了 至少现在他们都有了赚钱能力 只不过现在赚的还不多 但至少温饱方面是能保证好的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点赞 多一个点赞会更有动力加速更新哦 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一集会有更多你意想不到的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